我現在只會形容它的感覺 含也不用含 它已經自動溶化了 好吃 不應該說好吃 一會兒你又說我甚麼都說好吃 Hello 下星期就是情人節 上年的情人節帶大家去吃Tiramisula 今年的情人節就和大家吃日式souffoli Pancake 說起甜品 除了Tiramisula 我第二個想起就是這些日式souffoli Pancake 除了它陣層層好玩之外 而且入口的空氣感 好像感覺上沒有那麼負擔 今天的行程是非常緊湊的 快點跟上網站吧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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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看片之前還未訂閱我們 快點訂閱我們吧 今天第一家就來到潘塘新開的405 它這裡主打就是一個別樹一格的souffoli Pancake 大家平時吃的souffoli可能都是以黃色為主 震騰騰騰 而這裡就比較型格一點 它就是一個全黑色的souffoli Pancake 可以說都算是顛覆了以往souffoli的印象 而今天的這四間我都是從來沒吃過的 第一家就打頭陣來到潘塘我們剛才了 就試一下這個型格的竹炭粉Pancake 其實切開的時候我聞到它的蛋香味都挺濃的 而且剛剛見過它的裡面 都會覺得它是比較實在 因為有些試過是泰沙切出來 好像還有口感味熟的 現在就試一下它 雖然它的顏色是黑色 但其實我覺得它吃下去的感覺 跟平時吃的souffoli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我不是說剛才拿起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失座 但是我覺得它的空氣感做得很好 因為真的有做到入口即溶、軟綿綿的感覺 是很鬆軟的 現在就可以把旁邊的orio餅碎 點綴試一試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它會放一些orio餅水 因為你剛才吃這個souffoli 它是沒有太甜的味道 如果你連起orio餅 吃下去它會增加一些甜味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單吃 純粹吃它的蛋香味 我覺得已經很足夠 接下來就是情人節 相信也有不少男朋友會帶女朋友去吃好西 有時候怕去到一些太gory的餐廳 或者吃souffoli好像很廣女 這個就適合男朋友 因為可以讓他們沒有那麼尷尬 即使吃甜品也可以吃得有型格 今年的情人節就搭借行人 如果大家在這附近下班 想找一間好吃的又有正餐又有甜品吃的話 其實這一間也是非常推薦的 第二間就來到銅鑼灣的Join 它這裡主打幾款不同的souffoli 而這一邊的signature就是 有一個福布souffoli 會有膠紙包勻一些cream 到時來到你就一天記得要打直拿起的膠紙 就會有一個很澎湃的感覺 就適合打卡了 這次叫的這個紅絲用souffoli 就是因為我在網上看到有個網友留言 他就說是他吃過人生中最好吃的souffoli 就是因為他這個 那我就過來試試看了 其實這裡的souffoli就是標榜用 日本麵粉和日本雞蛋做的 我剛才撕開的時候 我是覺得這一邊的souffoli 比起第一間405那間 它是再鬆軟再塌一點的 因為就這樣看得出 看得出再水一點 現在就馬上試試 嘩 現在要很小心翼翼 嘩 如果大家是喜歡吃空氣感很厲害的 推薦吃這個 真的做到輕盈如一朵混 好像棉花糖一樣 你完全不覺得自己吃了東西 它是真的 你基本含也不用含 它已經自動溶化了 應該不會不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不知怎樣說食品 每個人都說我講好吃 我現在就只會形容它的感覺 試一次 它真的不用含就化了 如果你說比起是在吃souffoli 我覺得它更加像是在吃麵花糖 但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因為有些是想營造到空氣感 根本還未熟的就放了出來 但它這個是完全熟透的 只不過它的質感是真的做得很輕盈 這個如果被太多cream包圍著的時候 它的蛋香會被它蓋過了一點 但如果你純粹沒有下cream 就這樣吃它這一口 其實它的蛋香味是足夠的 而外面的這個紅鮮的cream 老實說真的調味 沒有一個很獨特的味道就是甜 但我自己覺得是OK的 不過比起第一間 它的甜度會再高一點點 而且這一款會是情人節限定 如果你們這段時間過來 會多了一個花花的棉花糖 然後再試這個棉花糖 沒有特別的 就是棉花糖 如果你說是作為一個女朋友 給帶來吃的話 我覺得是開心的 因為首先它拉開 視覺效果已經滿分 然後再加上它也是四周 被粉紅色包圍著 那就適合情人節的frame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的口感 是做得數一數二是不錯的 那還沒吃到之後那兩間 那就先試完再一次過comment 第三間來到位於佐敦的Teller 那這一間店 無論是外在的環境還是裡面 都是真的營造到一種很日本的寺廟感覺 因為剛才走過來找到這間店 它的店面就是寫著一個寺廟的字字 那我還以為是否吃日本呢 然後走過了才發現 咦 原來就是它 Teller就是由法國南大主廚主理的 他們這裡是有比較多口味的 梳芙里Pancake給你選擇 那我這次選擇的這一款 就是事日限定的 就是這個金箔朱古力 它裡面就會有這個 金沙朱古力脆脆 樽紫果仁醬 還有有金箔的 其實你會看到這個碟好像很奢侈 那這一份呢 雖然暫時來說它的價錢是最貴的 但是它是有三塊的 因為你會看得出 它這個面是有煎過的 而且它中間又會有些類似海綿蛋糕 又不會太過一坨坨 是實在的 那現在就試這個 沾了果仁醬 它這個Pancake是底面會吃到蛋糕體的感覺 而裡面就做到入口的食用 那現在就試多一口 切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會聽到一些空氣感 好像氣泡的聲音 看回你自己本身喜歡吃什麼類型的Sofuri Pancake 因為它這個空氣感不算太厲害 因為它純粹是它面上這一層蛋糕體吃得出來 然後中間是OK的 但就沒有剛才那樣那麼誇張 如果這一間你是想吃到一些很空氣感很厲害的那些 所以可能未必適合你們了 就會選擇剛才Joy的那間會比較好 因為它這裡 它底面那兩塊是真的吃到有蛋糕體的存在 但它的蛋香味或者是鬆不鬆發 我自己覺得是OK的 而且即使它是樽紫醬 我自己覺得就沒有那麼甜 反而剛才那個紅絲勇是真的再甜多一點 如果是我自己過來吃這間食物 可不開心呢 我自己覺得也挺滿足的 只不過我真的因為太喜歡吃空氣感 吃過剛才Joy的那間空氣感就對它念念不忘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間就真的 可能不是很適合我口味 但我覺得也好吃和夠香的 最後一間就來到深水埗的南山梳芙里 其實這一間小店已經開了兩年了 它就主打是外賣形式的梳芙里 當然如果你有時間的 不介意坐在後巷的 都可以坐下慢慢探望一份深水埗情華的梳芙里 他們這裡的梳芙里 因為是小店 所以價錢都會相對來說便宜些 如果是普通款 其實價錢都是45元起跳 如果你說我吃這個榴槤的 就貴一點 因為他們的榴槤 是用了馬來西亞的D24榴槤 所以定價會更高一點 那就是65元 不過其實它一份 裡面也有兩塊梳芙里 是聚首的 那現在就先試這個焦糖咖啡 雖然它是小店 但你不要小看它的食物質素 即是如果你是伴侶在一間碟裡 你不要跟我說是哪間出品 其實我覺得它跟外面賣百多元那些 是有得廢的 因為它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是很動耐的 而且裡面的空氣感也做得很好 而且都呼過它煎過來 它完全是剛剛第三間的再優化版一點 因為我本來是喜歡吃空氣感更厲害 但它這個是有空氣感之餘 都依然吃得出那個蛋糕體 但它蛋糕體的感覺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所以我會覺得 咦 OK 是有口感的 還有上面這層焦糖咖啡醬 那層咖啡味還會帶一點微苦 所以你整體吃完整份 你又不會覺得太甜膩 它咖啡的微苦 是可以中和整個甜品的 現在試完這個咖啡焦糖 就試下我最期待的榴槤 剛才問了老闆娘 它的榴槤已經打在奶油裡 所以我一切起來 嘩 味道超級強勁 攝影師最討厭 但我最愛 因為我剛才說了一句 嘩 好香 然後她說了一句 你竟然說榴槤是香啊 然後說是呀 很香 現在就試一下它 我很期待 這個 我沒有想過榴槤可以做得這麼突出 因為我以為你加了一些醬汁 都會有一股味 可能不會很有感覺 存在到榴槤本人的味道 雖然這裡是吃不到榴槤肉 但它真的完美融化在梳芙里裡 嘩 如果喜歡吃榴槤的 麻煩你 試一下這個 65元我覺得很划算 而且榴槤味真的很厲害 很出 我完全是MVP 真的不錯 好吃 不應該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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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說好吃 喜歡榴槤的朋友 麻煩你去試它 有時候要多給點信心 或者要多多支持小店 雖然現在未算是吃甜品的時候 但也看到有不少街坊 特意過來外賣酒 或者坐在後面吃的 真的可以的 今天跟大家一口氣吃了 四間梳芙里 如果就著情人士這個主題 味道環境打卡來說 其實我覺得第二間Joy那間 是很適合我心水的 因為我完全是被它那個 入口即溶 好像棉花湯 好像一朵雲的口感 征服了 那個空氣感是做得非常之好 除了它是真的有少少過甜之外 我覺得它是滿分的 但是如果你說要我 就這樣選擇今天的MVP 我真的會選擇這一家小店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SOFA一定要吃貴 什麼法國藍帶 一定要有些明星 安在它上面會特別好吃一點 但其實有時反而是最簡單 自己親手研究出來的食譜 又再加少許心機做出來 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這個榴槤梳芙里 真的 完全是 射了一支箭在我那裡 真的 我笑了 這個榴槤梳芙里 真的完全深得我心 首先我是想不到它裡面的口感 有空氣感之外 也保留到有煎的面 有少許蛋糕體 但是它是不明顯的 就適合我這些了 另外榴槤的味道 哇 廢字不去 這個真的厲害 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做得這麼正 因為有些榴槤味會很假 就像香精 但是它這個 你吃不到榴槤肉 但是你感受到榴槤的存在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它的精神 所以大家經過深水埗的 可以過來試一試 今天的情人節特輯秀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Like Follow Subscribe我們的Facebook Youtube和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